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在几年来中国海军发展的势头很迅猛,海军的作战思维,也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开始注重海天一体化作战模式,海军航空兵也因此得到了大力的发展。 中国海军航空兵现在不仅可以执行夺取战场制空权的任务,还可以对地面或海洋上的目标展开攻击,而海军航空兵的主力战机歼11B早已被广大军迷朋友熟知,歼11B是中国航天工业集团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在以俄罗斯的苏-27SK战斗机为基础,在歼11的基础上升级航电系统和火控系统得来的。 作为一款标准的三代机改进型,也就是俗称的三代半战斗机,其拥有苏-27家族机动性好和载弹量高的优点,既可以夺取制空权,也可对地面目标。 开战攻击,是一款非常优秀的战斗机,虽然这是一款先进的第三代战斗机,但在西方国家的第四代战斗机F-22、F-35P量服役的今天这款战机已经尽显颓势了。 相对于第四战斗机来讲,第三代战斗机,除了机动性不及第四代战斗机外在航电系统,也完全不适合四代机一个档次的。 同时三代战斗机还不具备隐身能力,在空战中极其吃亏,一位美军记者就在前不久登上了一架F-16战斗机拍摄和F-35战斗机之间的一对一模拟空战,F-16知道被击落,还不知道F-35在哪。 这充分体现出了第四代战斗机在战场上,面对第三代战斗机的优越性,所以为海军航空兵部队换装第四代战斗机刻不容缓,现在摆在中国海军面前,可供海航部队使用的第四代战斗机的只有两款,兼-20和兼-31,广大网友都在争论这两款战机,那一款更适合作为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主力战机使用, 兼-20作为重型战机具有载弹量大,隐身性高的优点,但造价王贵,兼-31虽然载弹量,隐身性相对于兼-20都略显欠佳但价格便宜,这两款战机未来可能都将会成为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主力战机,形成类似于兼-10和兼-11之间高低搭配的组合, 由兼-31或兼-20夺取制空权,然后兼-16执行对地目标打击的任务,这是最经济,合适的做法,随着中国近年来对海军的大力发展,为海军航空兵换装第四代战斗机只是时间问题,国家有充足的军费,供海军采购先进的装备, 未来随着空军部队的四代机换装的进一部海军航空兵也将迎来四代机进行换装,本文有火器营原创,抄袭地揪,图片来源于网络。